没见过这么狂的鱼鱼 前脚刚把一条二十多斤的克苏鲁大鱿鱼耗上船 紧接着还顺手炒了两下饭 这简直是不把大鱿鱼放在眼里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半小时内就接连斩获五条三十斤网上的大鱿鱼 实在是有点疲惫 但也没办法 谁让这帮鱼鱼运气太好了呢 这会改上鱿鱼群集体秘食 吊得那叫一个欢 你瞧就这么轻轻一拉 又是一条几十斤重的巨型鱿鱼入了港 这只喷射战士刚一落地 就对着老哥口吐芬芳 喷了他一身墨汁 真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 好大的胆子 不过他也就这点本事了 这边刚收完 旁边的兄弟更是同时拉上两条大鱿鱼 往甲板上一辆 发现只有十七八斤 可以说还是个未成年 可怜年纪轻轻就搞起了早恋的他们 遇见了不讲武德的渔民 也只能是被扼杀在了摇篮路 而且 双飞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渔民来说并不稀奇 这样接连上钩的架势让他们很快确定 这次一定是碰到了游鱼群 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 这不趁机多掉几条怎么行 再看水下这条游鱼 正不断地喷射墨汁试图逃脱 奈何在精湛的捕鱼技术面前 那都是脱裤子拉墨 转圈找死 随后 老哥又是一剑双雕 再次拽出条巨型游鱼 这体型少说也有一百斤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给船长看的眼红 赶紧又是一记夺命游鱼够 把巨屋引来 经过一番拉扯后 又是两条超级大游鱼被生生拉出水面 愤怒地长喷一口鼓水 好在有着42年补育经验的43岁老船长 轻轻松松便将其拉上船船 可谓是位于吃位于狂 位于筐筐撞大墙 这边还没逃醉完 就见此时透过汹涌的海面 又有一抹身影闪过 原来是帽子胳膊干落后 眨个眼的功夫 又凭借着最强右饼 一下拖上来两条大鱿鱼 而其中的一条鱿鱼 竟然还被咬掉了一大块肉 这是怎么回事 看清后发现 原来竟是鱿鱼群好巧不巧 引来了一只海豹 通过摄像头看清这个罪魁祸首 此时正在水下 抱着一个大鱿鱼啃得忘乎所以呢 简直是小偷把快乐拉回家 贼拉快乐 要换做平常 渔民高低地想个办法 把它也弄上来 不过今天这鱿鱼掉了 实在是让人有点脱不开身 之后的半个小时里 那更是接连不断地掉了十好几只 而且大部分都是四五十斤的大家伙 我简直不该想 这一趟到底能赚多少钱了 属实是麻雀啄了牛屁股 确实牛 这回更是奇葩 各位或许听过铁树开花 但你见过铁树上长鱼的吗 只见男孩从海里拽出一棵树枝 就出现神奇的一幕 枝盖上面居然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鱼儿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菲律宾小鱼王究竟是如何大便活鱼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 先是找来一个枝干茂密的树枝 再将几十个鱼钩均匀地绑在树叉上 就做好了一棵摇钱树 到底灵不灵 我们接着看 只见他坐着用泡沫板做成的渔船 就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这种船看似很危险 其实也真的不怎么安全 如果遇上暴风雨 就直接发笔提油了 不过富贵险中求 在生存面前这帮渔民别无选择 带着粮捆准备好的树枝 男孩缓缓驶向目的地 中途偶遇了一艘豪华游艇 还顺了一瓶矿泉水结构 抵达特定海域后 他就赶紧掏出 事先准备好的死鱼舵成大块 挨个挂钩 别看鱼具上虽然偷工了 但是鱼儿却没有减量 挂完之后 就将树枝沉入水中 鱼线的另一头则绑上泡沫条 充当浮漂 就这样先后抛下两颗树枝 就可以静静等待鱼儿上钩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男孩决定戴上护目镜 把头埋进水里探探情况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是英雄 趴下的也一样 不到三分钟 他就赶紧开始收线 难道这么快就上火了 把树枝拽出水一看 我的天 上面竟然真的挂上了几条鱼 虽然个头都不大 但剩在亮度呀 几乎每个钩上都有鱼儿上钩 男孩只是一条一条取下来 就花费了不少时间 有了这个开门红 男孩更是信心满满 继续如法炮制 期待他的下一次收获 这边刚不置好陷阱 另一边的浮标就有了动静 对此他早有准备 每次都是先戴好护目镜 看时机成熟就赶紧把树枝拉出 而且你看鱼儿肺捞上来 居然都不带一点挣扎 我阎望赏饭吃 哪敢不赏脸 正所谓真正的猎手 都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见树枝上的幼儿 差不多被鱼儿吃光 小男孩便会毫不犹豫地往回了 这回把树枝捞上来一看 你别说这一核树的组合 还挺有艺术性 像不像挂满了礼物的圣诞树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你看他仅仅把树枝丢进海里几分钟 就能捕获十几条鲜活的渔火 简直是小到拉屁股 开了眼了 看到这里我也不得不感慨 菲律宾渔民的脑洞 从小就有了如此惊人的想象力 就这样一直过了半个小时 原先空空荡荡的箱子 已经装满了各色的鱼儿 男孩也心满意足结束了今天的作业 回到岸边 他也不嫌弃 把鱼货一股脑都进衣服里 就火急火燎的拿到海鲜市场称重 差不多6公斤的鱼货 最终为他换来了125笔锁 折合人民币16块多 看得我不得不感叹菲律宾的物价 这些钥匙放在国内 至少后面也得添个零吧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